五月报税月昨天才开始申报 马上发生了这个问题了就是呢 很多人发现国税局所提供你查所得税的这个服务 竟然是用以前那种3.5的瓷片 现在还有谁在用的这个瓷片 不都是用随身碟了 或者是你现在家里的电脑 大概已经没有这种3.5的瓷片潮了吧 国税局为了这个花了300万来采购 现在是不是一堆的古董放在那边怎么用呢 很多的民众说国税局是不是太落伍了 国税局报税第二天 依然有大批民众跑来申报所得税 不过仔细一看旁边这位先生 手中怎么拿了一张3.5瓷片 原来是国税局为了方便民众报税 特别提供柜台让民众查所得资料 但提供下载资料的硬体 竟然是这种3.5瓷片 部分都不装那个软碟3.5的软碟 那如果有那个瓷片 可能就没有用到 就是在真的是 可能就摆在家里面没有在用 那他现在这样给你瓷片你该怎么办 我现在就跟他说我不要用啊 为了提供查所的资料服务 北区国税局今年砸下300万 采购54万多片的3.5瓷片 但很多民众抱怨家里的电脑 早就不能使用3.5瓷片 他们质疑国税局太落伍 困难逛一逛那个卖电脑的地方 你会看到那个 这个规格都没有了 大概三五年前就开始 已经锐减很多了 因为对民众批评国税局 赶紧澄清下代所得资料 之所以会选用瓷片 是针对部分 还没有更新电脑的民众 另外局内社有DIY专区 可以供民众将瓷片资料 转成随身碟 但东找西找台北市国税局 二十几个柜台 竟然只有一台电脑 可供转档 完全不够民众使用 路里面是有时候要检讨 软铁病可能在2001年以后停止 我们也得到这个信息 我们也会因应这个措施来做准备 指示查个人所得资料 用瓷片从民国92年就开始 到今年99年 一共用了8年 国税局到现在才想到 要改善会不会太晚了 整天新闻综合报道